说到Angela B,大家应该不陌生,中文名叫杨颖,为了方便称呼,大家都喜欢叫她Baby,Baby如今在娱乐圈的成就是很高的,Baby原本是香港的一个小嫩模,去日本深造几年回国后,才有了一点名气,而她和黄小明在一起后,身价更是水涨船高,加盟综艺节目奔跑吧,兄弟,更是让她越为一线女明星,虽然Baby演技不行,但不得不承认,她在其他方面还是很不错的, 比如她很适合综艺,在时尚方面也有着很高的成就,前段时间,Baby就参加了一档关于时尚的综艺节目,和吴亦凡,庞伟博等影星组成一个团队,开始了他们的时尚之旅,而Baby也因为这个节目,吸了一大波粉,这个节目是在日本录制的,五个人当中,只有Baby的日语比较流利,所以Baby也成为了团队的翻译,这是一档时尚节目,自然也会体现出他们真实的时尚品类,因为他们需要自行搭配服饰, 如何让顾客买单,作为一个时尚达人,Baby的穿搭也是值得借鉴的,每次穿搭都看点满满,很少出错,但有时也因为穿得太过时尚前卫,引来网友们的争议,比如她的这套时尚穿搭,里面是杏色内搭配牛仔裤,外面套一件黑色外套,这套穿搭的点睛之笔,是杏色内搭上的紫色果胸, 抵意外穿完潮流,蚂蚁腰身材影验线,不得不承认,Baby的衣品真的是很不错,路子也越发野了,这么潮的穿搭,自然是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,大家都觉得Baby穿得太过大胆了,竟然当着吴亦凡等男星的面这么穿,还有网友表示黄晓明管不住Baby了, 但在小编看来,这身穿搭并无不妥之处,明星本来就是一个特殊职业,加上他们有时本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,要是穿的不时尚前卫,是接不到关于时尚方面的代言,加上又是在参加时尚类的综艺节目,他们这么穿是很正常的,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,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,欢迎在下方留言。